空气绿雪自驾坛 一点基础修车知识都没有 床车自驾西藏 翻越海拔5300米的大山 即使大排量的越野车都非常吃力 轿车走这里 又会面临什么样的考验呢 我们在还中国西部自驾 准备从纳曲的锁县前往比如县 听当地人说 有一条小路可以节省上百公里的距离 但途中的一座高山 将两地分隔开来 此时我们才刚刚离开锁县 对前方的路况不得而知 以为这只不过是一趟休闲欢快的旅程 大家都藏着 在地园洒水车的后面 我觉得他应该换人了 不能一直他呀 该跟着我们也沾沾光 他好走了 换人了 该我们了 好了 他应该知道我们的需求 帅 给他个BB 帅气 我看后边又有个主派对去吧 又脏了 前面 头好大 在前方路口左转 就是前往比如的小路 而在这里 我们顺路烧上了一位大哥 他和我们一样 也要去比如县 您好 你去吗 什么 比如 对 去哪 一个人那个 谢谢 就是要搭车吗 可以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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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兄弟兄这么大 这我们可能没这么大地方 不是行李车 没事没事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没事 哦呦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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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然等会他会响 不好意思 您是到比如县城吗 还是 嗯 我 去比如县 在平整的道路上还没行驶多久 眼前 一座大山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无奈 我们只得开足马力爬山 但是 刚走一会儿 车子就出现了高反的症状 上不去吗 这个就尴尬了 它腰部不动了呢 火度太大了 车子太长了 嗯 我们先歇一会儿吧 让这个车歇一会儿 它好像上不动坡了 刚好换一下 那开吧 稍等一下 这坡太连续的太大了 在让车子休息的期间 我们也和这位大哥聊了起来 以缓解尴尬的场面 这个家里倒霉吧 自动挡 自动挡 对就是上坡比较累一点 这座山好像有五千多米吧 对 还积雪着你 我还爬你 翻过去就下山了 翻过去就下山了 哦 您是在那边做什么呢 您在 我是挖虫草 挖虫草 您现在就去比如那边挖吗 还是 比如有一个蜻蜓 哦 哦 现在还能挖吗 不是说已经 现在没挖 哦 六月份的时候 就是六月份的都挖完了 这边山上就有虫草吗 有有有 哦 比如虫草之乡吗 嗯 西藏海拔太高了 昨天也是我们停了十几分钟车才上去 这边的路感觉是 这次从来没有破过路 原来是 只铺了一层路基 所以看这边水都渗到下面裂开了 您着急去那边吗 嗯 不好意思让你 要等一下了 嗯 因为现在直接走 它也走不动 嗯 一过热之后就没有动力了 像这种车径应该就大一点 眼前的这座山是海拔5300米的 康庆拉山 它是从锁县 前往比如县的一条捷径 但这条捷径并不好走 高原缺氧 空气稀薄 路况差 坡度大 在这里 即使人正常行走 都会累得气喘吁吁 所以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清一色都是大排量越野车 而我们因为不舒心路况 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爬坡 要不那辆车我等会帮您问一下 我们可能也过不去 坐满了 现在已经拆下起来的 他现在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 高翻了 你使我倒一下 之前亨能问是 到底扭拘腰臂 你买一点 撕火搞的钱 你撕一哈钱 你钱撕一哈钱 看一下前驱车 或者倒着上去 看能上得去不 倒着的扭拘要大一点 全班的扭拘大 这绝对不是谬轮 但是只不过就是 上不去就是因为动力不够 但是倒着确实比前景要扭拘大 我们本来是想从索线接到那去 但是索线到那去之间的风景太单调了 所以我们想去比如看一看 这个是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是一条进路 所以说他没有铺装 路就比较差一些 啊 再钓一次看试一下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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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哇 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 哎呀 太难了 真不容易 希望上面的坡度不要太大 啊 还撑不去吗 撑一哈吧 还撑吗 现在已经在加速了 哦 你现在已经踩油门来了 踩油门来了 然后再退哈 点什么 在塑洨了 喂 爬啦 哎 哎 哎呦 看样子又不行了 那您坐这辆车啊 那那那那您拿行李箱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车上不去了 本来答应烧烧它的 车动力不够 你们这个车是多大排量的呀 2.7 2.7 我们1.5T的 这个坡等半天都上不去 看一下这个车是 黄海 ABS加EBD 皮卡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应该是我们不好意思 实在是不好意思 好好好走 没事没事没事 拜拜 因为这位大哥也赶时间 所以他选择坐别人的车先走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需要坐的是想办法找出 动力衰减的原因 虽然我们两个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你看看你设计又旺吗 那骑者以前设计 骑者搞放眼好像是孔气绿型 为一块肚子的蛮咋的 要把我个孔气绿型去掉 这个就是扯搞犯的程度 按动力还是应该是可以上去的 就是孔气绿型的 经济量不足蛮咋的 肚子的 要把我个孔气绿型去掉 你会不 我不会啊 所以咱先魔兽级很难啊 现在没有网 这是在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 你还笑这次才都不用修车的 好尴尬啊 答应 答应人家 我看到那位师傅 无助的眼神 我们倒不是很赶时间 我们也很无助呀 这个东西实在是搞得没有头绪 化身修车工 好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该是如何修这个车 那说到空气绿型呢 我已经看不好了 野片这一块 这个野片这一块 咱们看它历史挺干净的 没有浮现什么什么 油响嘛 金油里嘛 现在没有说几难中 我们的车呢确实高反 但其实其他车也是坐起来很慢的 刚刚看过去有一个霸道 它也是那种高转速低时速 声音超大 然后但是速度可慢可慢啊 都是在慢慢上坡 所以说这个坡确实挺难走的 主要是海拔高 你看那边还有雪 这大夏天呢 上面还有雪 说明这边海拔是真的不低 咱需要看理事 这边没有望呀 这边是个法佛 看看它有个冯山翻不 如果冯山翻的话 散热系统怎么没问题 你散热系统不来怎么没问题 冯山没翻呀 我真怀疑再扯冯山坏了呀 冬里不至于不够呀 哎翻了翻了翻了 证明都没问题 就是高翻 单纯高翻 孔气绿雪儿自家坛 一点基础修车支持都没有 那怀疑孔气绿雪儿在这儿 这是旌旗格闪吗 滑滑滑 孔气绿雪儿的话肯定都在这儿 都在这个冯山墙道这儿 这儿最似的 我们看一下后边油箱盖 会不会喷不来 刀不至于 没有啥的 没有啥的 我们怀疑就是车子高翻 外加上动力不足 上不去 随时这普通挺大 但是不至于搭到伤不息 咱俩东西多呀 我们下面行李箱 后备箱放嘛 对啊 刚才三个人 然后就要搭一个 这家搭的东西 肯定的啊 东西太多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嗯 反正这边过来过去 一大半以上都散凉 人家看着载的地球 人家看着载的地球 人家看着载的微微一胸 哎 上不七六 看车其实上的也挺满的 你看它载还散凉 但是你看这停车声音 上的也挺满的 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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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办 要不再撕一下 我感觉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你想撕一下 你光看见我扯 上去呜呜呜呜呜呜 在交换 四个载子 然后都是到上头了 那辆皮卡搞饭了 然后那个人看见咱 咱不想他上去 这就有意思了 那先不上去 你看他能动不 哎 打停了 他也上不去了 他上的也慢 你看上的都定点 他也走 不要笑我们 你笑我们等会 等会遭报应的就是你了 那给你推一把 然后这速度切来 啊 这不高反才贵 我们的车呢 已经上来了 这位推车小哥也上来了 这个海拔 这海拔真的会高反的 嗯 还好 有氧气 我们氧气拍伤用场了 我发现我这个车还是有血 歇一哈 它都可以上一点 歇一哈都可以上一点 在这个海拔推车确实 有点太费劲了 坐路都费劲了 呜呜呜呜呜 五千米 不是开玩笑的 显到现在五千米怎么撕 现在五千米颇换 这太逗了 看我们的饼干已经高反了 大家一块跟着高反 车子车子高反 人人高反 饼干饼干也高反 本来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适应五千米的海拔了 这会换人了换车不适应了 我感觉回去肥活量绝对边多大 你该换一刻 再换一哈 再换一哈 再换一哈肥活量 再换一哈你多换一哈 这样你以后 你砍不上去不要刺 我两个腿就砍上去一样 不 你再换个肚子给你砍个订阅一下 你供那个腿亮次 给你亮次几回来 我刚才向着瞪你 那就瞪你换个肚子 就砍上去 在吃过饼干休息一阵之后 我们又要开始尝试冲坡了 必须腿了 再腿了都搞饭了 车搞饭了也搞饭了 你发的时候得伤起 嗯 只要速度伤起 但是你速度伤起不能停啊 你要停了你还得登了呀 我现在伤起了都不蹲你了吗 那都伤起对了 你看我看着旺山跑死马 你看我蹲个伤起 蹲个伤起到明儿了 慢慢伤 不老金我都定了蹲 滚 你再腿吧 你腿我猜 我看看这能到那 不腿的伤 伤不起啊 刚才你又不是某看见 去就好了 吃个伤感 嘲哦 啊 好 啥 啥 啥 只有速度起来 速度起来不来不要死 对啊 但是起来你得点点灯啊 终于 在一次冲坡之后 嘉林驾车行驶了一段相对较远的距离 但是推车的加深没能赶上车 所以需要他徒步向车子走去 我在往山上走 看见好多这样的小花 这个黄颜色的 没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花 车 还在那个位置 要我命的 这是要我命的 全是这种小花 好漂亮呀 咋还有这么远 上这个坡虽然很累 但是这里有最干净的山泉水 冰川溶水 上面就是雪线了 然后这边就更融化的雪水 在旁边 我觉得 你想要我命 你知道这有多远不 这在屋前米 你在看上去 我看见了 我现在头真的有点远 我这搞饭了 屋前米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呀 从那个地方爬上来 这起码 腿直高度又二百米了 也二百米又二百米 你我无言无仇 为何要这样对我 你上来的地儿都对了呀 为啥要上这么多 那哈巴我上来的地儿 我依依了 可得重新腿 所以那笑点上来 我不拉笑咱上去 你看他坐这多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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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腿 我绝对不腿了 我这腿都四到这儿了 你腿还出去干起来 虽然这次冲坡有所突破 但是现在距离山顶 还有十几道S弯 并且这次的弯道更急 对人和车的考验 也会更加严格 走嘞 猜嘞 咚嘞咚嘞 R 一 十足 R 行不行不行 这都算定了 都算定了 上不去 坐 一前一前二 前三 前四 可以了 快上 快上 一前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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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一前把一前救 快 二千哥 五天我上来了 这个操作实在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不要谋法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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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多 一荡三千多 他这怎么开到过三千多 停不了 在这不能停 一停都比 一停都比 先吃这个 我们已经到雪巷了 到旁边 还有鸡雪 加油 很多的 海水 对 这个泡有点多 终于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现在已经到达了康庆拉山口 在攀爬到山顶之后 向下俯视我们所征服过的一条条弯道 看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脉 一种成就感也油然而生 正拉山 五千三百米 哇 这比行政线还高 嗯 这比我们行政线走路最高的海拔还高 五千三百米 不容易啊 主要这个坡度看一下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上来的这个坡 真的是山路十八弯 那边是雪巷 上面还有雪 鸡雪 哇 我们把车直接开上来了 真的不容易 哎呀太难了 如果大家有体验这一刻 你就知道我们有多激动 我都想哭了 太难了呀 太难了呀 我们一下午都在这边蹒跚 太难走了 我太激动了 雨无限康勤拉伸 我们一直说车的动力来细脏 都是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用于省道或者是国道 像这种乡道的话还是有点不错 看那个坡道有多高 我的天 大家如果又来走这条路的话就是 不要停就行 不要停 速度加上来的时候不要停 我们这个车也可以 但是我们后来才摸清它不能停 就得一口作气上 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个车真的不容易 上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翻过了这座5300米的山了 这座山呢也是这一辆车 目前为止到过最高的海拔 很不容易啊 这个海拔呢就相当于 这个跟我们当时走新藏线那个红土打板差不多 但是这个坡度比红土打板要大得多 关于动力方面的话 我觉得其实应该动力是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车过热保护有关系 你看后来我们车动了之后它就一直可以动 对 这时候你得车辆转速上2000转 我觉得它是2000转之后涡轮增加接触这辆方 有动力开的快快一点 对 其实反而这种路同样的动力手动挡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它没有CVT那种过热保护嘛 我们现在继续出发了 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比武县 但是呢我们不在这里多坐停留 比武呢其实它也是很著名的虫草之乡 这个季节刚好是虫草 刚刚挖完下山 这一会儿应该估计送到市场里面应该挺多人在买的吧 对 不过我们想去的地方是 比如它有一个地方 特别有名就是达木寺的骷髅墙 那其实很好奇啊 为什么在一个寺庙里面会有这种骷髅墙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去达木寺 看看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